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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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路上拦了一辆面包车 由于身上没有钱 无法乘车 最终还是被赶来的富贵抓了回去 一番毒打后 再次把小花关进了屋子里 小花并没有放弃 她找到了邮递员 天真的希望自己能收到回信 却不知邮递员每次收到信后 都会把她交给富贵 富贵的弟弟大猪非常喜欢小花 她常常给小花送几本书解门 小花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能够信任的人 渐渐互生好感 再一次偷情后 两人直接被富贵捉肩在床 大猪也被逼离开了村子 小花的希望再次破灭 但是她依旧没有放弃逃跑的想法 想要逃出去就得先有钱 于是小花用身体换了40块钱 再次踏上了逃跑的路途 这一次她顺利的坐上了长途汽车 但是却被同村的人发现 强行的抓了回去 途中居然遇到了警察 但是却被他们糊弄过去了 回去后的小花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吹打着自己的肚子绝望的发狂 却被赶来的富贵暴力阻止了 就这样小花在村里做了教师 八个月后生下了这个孩子 但是她依然没有放弃逃离村里的想法 她还是会每天给家里写信 但依然没有回应 这天小强告诉小花 说你写的信全部被邮递员给了富贵 看着绝望的小花 小强自告奋勇地给小花寄信 这个小孩也许是小花在这个村里唯一的温暖了 几天后小花的爸爸带着警察来到了村子 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村民组织起来堵住了警车 即使警察拿着枪也抵不过暴走的村民 只好商量让他们心留下 他们回去请求支援再来接他们 警察离开后 富贵想要将小花带走 遭到了小花父亲的阻止 两人扭打在一起 情急之下 小花拿起旁边的菜刀砍向了自己的丈夫 影片就此结束 现实中这样的芒山依旧存在着 社会罪恶的制造者从来不是个人 是一个社会整体的罪恶 是那些撞聋作哑者 以及我们这些视而不见的观者们 共同的罪恶 这种无法翻阅的芒 是眼芒 是法芒 是文芒 是心芒 好了 小菲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芒山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